身穿灰色外套戴眼鏡的男子 在建築物旁走來走去 趁四下無人 他跳進一旁的草叢 手抓水管竟然就開始往上爬 不是忘了戴鑰匙 而是要潛入屋內偷東西 回到現場 還能聽到一旁工地 正在施工發出的聲響 位置剛好在偏僻角落 平常很少人來到這裡 事發在上個月26號大年初五 下午一點多 在新北市一處社區 二樓住戶回到家 發現怎麼有東西不見了 調閱監視器才知道 外出期間有不速之客闖進搜刮 住戶清點發現一些物品 還有現金被拿走 損失將近一萬元 小偷爬水管上去之後 沿著二樓的露台往左走 每一扇窗都試試看 剛好有一戶沒有鎖窗戶一拉就開 因為我們社區都有門禁 他進不來 然後我們有磁卡電梯要磁卡 他進不來 所以他沒有進來社區 本來早晚巡視一次 目前社區也嚴益增加巡邏次數 以及在偏僻角落安裝更多監視器 甚至設置圍籬或電網自保 據水管大道的身份 警方初步瞭解 他們是兩個人一起行動 專挑附近有工地的社區 人流進出比較複雜 不容易被發現 在雙北犯下不少竊案 目前還在追棄當中 所以我們之前還是得要檢查一下 門窗有沒有鎖好 避免有心人趁機闖空門